今天請到幸尊堂中醫針疾診所的黃立銘醫師 黃醫師你好 黃醫師你好 你好 今天我想跟你談談有關子宮肌瘤 我相信這是婦女很常見的問題 我想問你 有個說話叫不生兒子就生樓 在你平常的工作裏 是否只有不生兒子才會有子宮肌瘤 其實不是的 任何年齡階段的女士都有機會生子宮肌瘤 這樣就要視乎她的體質 一般氣製血雨都會成為子宮肌瘤的重要原因 而且我看到現在的女孩子有子宮肌瘤 那個比率好像幾前多了 還有年輕化的趨勢 我想問一下 人們如果真的太大的話 或者對她的日常生活有影響 可能她都會想要撤除 但更加多人都會想要撤除 那中醫中藥是否真的幫到手呢 中醫中藥是可以醫治到子宮肌瘤 這樣只要她不超過5cm的肌瘤直徑 那中醫中藥都可以有效的治療 如果超過了5cm那麼大的話 需要很多是接受手術處理的 可不可以不搞她 由得她呢 反而她都是小小的 其實是不建議的 因為病肌氣製血雨 如果她仍然存在體內的話 不理她的肌瘤會越變越大 或者越生越多 導致影響其他的生理功能 所以其實要愛惜自己的身體 可能你要定期心肝要處理 有時候如果你驚奇混亂的話 這個可能是一個子宮肌瘤的 所謂的症狀都不定 所以要加緊處理了 謝謝黃醫師 謝謝